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 观众朋友接下来做新场档 这场比赛是本赛季中场联赛的第11轮 这场比赛是由广州航大淘宝 在主场对阵深圳家兆业的比赛 球传进来一个后点 再往中介操有机会 塞尔纳斯的最后这一脚竟然打高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脚球呢 开进来开到后点之后呢 腾大了球员这个一顶啊 没有江球顶远 相反呢 又是顶到了塞尔纳斯的脚下 这一下呢 直接选择一个打速度 往中路去扫 头坑的球危险了 有没有机会起脚 维着好再坐回来 大门 这一下杨力推高了 这个球呢 似乎呢 是深圳球员的一个传球的失误 给了维着豪和杨力鱼的 这样一次配合的机会 这一下 维着豪拿起来之后呢 没有起脚的机会 做个杨力鱼 杨力鱼这一下啊 似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脚发展来开的话呢 想推一个远脚 可现在没有能够完全的控制住 球传进来 也是到后点 哎呦 这一下还有机会 球还没出界 下来之后 深圳将就控制 好 这边的杨力鱼 船 有机会 再打 这一下门剑呢 第一下的铺就啊 非常的关键啊 这是广州皇大淘宝 在上场比赛 最有威胁的一次击空 来看 张力鵬这边给 杨力鱼这下传得很贼 第一下来自于维持豪的射门 门将打出来之后呢 暴力鱼的稍差一步 恐怖玩 推向右路 有机会 大门 不又漂亮 球进了 维持好 前场比赛的55分钟 将场上比分呢 是变成了1比0 等一下呢 也是右路和中路选手之间呢 做了一次配合 做空的这一下 应该是来自于 赵力鵬 以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跟这好呢 在中路呢 真好是赶上 再来看 杨力鱼 杨力鱼船 这球传过来之后呢 真好呢 是形成了一个 倒三角的船球 这下打了一个 落地的反弹 最后呢 形成了一个抛物线 人将呢 防守起来的话呢 也比较困难 场上比分变成1比0了 光大呢 在主场取得领先 我看红波尔 机会要来了 给爆领鸟 维持好 再打 哎呀 最后这一下啊 打高了 很可惜啊 联系的这几次的 传中球了 都是选择这种低冰球 回向了低冰球的传中 要这个中场的 这个防守的圈 能够将阵线 我们先提一提 脚球开进来 杨力鱼投球 能将点车再打 人架呢 将球推出来之后 最后的这角什么呢 来自于 高准一 为之豪的投球 为之豪的这个角球开进了 杨力鱼投球 门架呢 将球呢 拖出来之后 高准一的射了 打高了 再做给他 再做 各阵 传进去到后点 投球空门 球打到了门梁上 下来之后呢 还有机会 给他下多 好 这个时候呢 主打贩吹下了 全场比赛 结束的上车 在这场中超联赛 第11轮的争夺当中 广州 恒大 淘宝呢 最终呢 在主场呢 是1比0 战上了 深圳加兆业 这样的话呢 他们是全取三分